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怎么样在GetResponse这边直接申请一个适用30天的免费版本 这边有个适用30天的免费版本,就按这个Try it free 按下去之后这边又显示开始设定你的email 然后设定你自己的密码 那这边有注解说,使用至少6位数字,然后要混合字母还有数字 要混合小写和大写,然后要使用特殊字源 所以它的密码非常的严格,不仅要大写小写数字 还要这个特殊字源,例如这个小鼠符号 那有点麻烦,好,没关系 那我习惯了,你可以用你的大写的身份证字号第一码 然后后面可能加个数字吧 然后后面再加个,比如说小小鼠啊,好,注意密码要在6个字到32个字之间 然后再重打一次,不是,这边要打你的名字 Your first name,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邦誉 我不想能不能打中文,试一下打中文好了 建立账号 Please wait,请等待 好,他这边有告诉你,你的get response的免费使用时间将在30天后就过期了 那upgrade now就是升级到正式版本 好,然后当我们登录之后呢 第一个,你会看到它上面写说 to finish your account setup, please complete your account details and verify your email address 就是说你如果要完成你的账号设定的话 请你完成你的账号的详细资讯 还有去确认你的电子邮件 好,我们先去看一下完成你的账号详细资讯 这一页有什么东西 好,他说verify email 就确认你的email 还有完成这个账号的详细资讯 那我们先去把这个 好,let's name写一下 比如说好,信留 然后手机 接到 我们来试一下写中文好不好 好,update 好了,他接收了 然后呢,第二项他 刚刚那个第一项账号详细资讯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第二项请确认你的电子邮件 好,我们去收一下我的电子邮件 好,这边 请启动 这边有写说 恭喜你已经 making the first step 就是完成了第一步 你的email已经成功的 申请了 然后你的get response帐号是这一个 已经被成功的建立 现在呢,请click button 就是按这个按钮去启用 activate 就是去启用你的账号 好,按一下 这个步骤一定要做 好,然后做完之后呢 已经完成启用了嘛 所以上面的刚刚的那个警告的那一行已经都不见了 好,那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好,这样子呢 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所有的 试用帐号的申请步骤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正式 教大家怎么样去输入你的联络人资料 还有怎么样去发送你的新信件